本地预计有1万2千名重症哮喘患者 但目前只有约500人会到医院接受治疗 南洋理工大学李光潜医学院和本地数家医院合作 设立重症哮喘登记处 希望提高病患对重症哮喘的了解 同时寻找更好的治疗方案 新设立的登记处将收集和记录 本地重症哮喘病患的匿名信息 包括基本人口信息和病史 哮喘发作物情况 生物指标和治疗方法 协助医生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案 重症哮喘病患通常需要靠肋固醇舒缓症状 但口服肋固醇有不少副作用 长期服用可能引发其他问题 登记处由李光潜医学院费健康学术研究项目管理 希望在今年底收集到超过200名患者的资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光潜医学院费健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光潜医学院费健康